哇 哇 一只是多重 大概四五十斤下要七八千块钱左右 福建泉州开了近二十年的人气海鲜州店 撒人四百七十六 大家都知道福建附近海域盛产石斑鱼 这次我们去看看他们本地人都怎么做 卖的大石斑 黑斑 冬生斑 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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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吧 对 你们看一下它的大小 哇 这个真的挺沉的 对 鱼大可以涨到一两百斤 这个一只是多重 大概四五十斤下要七八千块钱左右 我们一鱼多吃 鱼可以鱼火锅做饱鱼粥 我就建议鱼火锅来一个 这石斑鱼肚 一只鱼八九十斤一度还不到一只 价格是最高的 270 好 再来一份 二两黑斑石斑鱼的鱼肚 69块 这里也有15块加工费 就是一个辣炒的口味 挺特别的 口感真的很脆 鱼肚的话还需要先压一下 然后才能去爆炒才能做 不然的话会非常硬 这个鱼肚有什么好处啊 你要吃两味 鱼唇宝6两104 外面这层肉带点胶质 中间有一块筋 做这种鱼下巴这个部位 都会挂点芡 有滋味 这个比鱼肚好吃啊 美籍煎鱼腩3块95 这个的味道都在外面 里面鱼腩满 整条鱼身上最肥的部分 底下葱丝上面姜丝 那它就加了很多柠檬来解鱼 算火锅的话用什么蘸料啊 这红绿色的鱼酱 主要是以红豆做的 还有加核桃 胡麻花生 腰果这些 石斑鱼丸6个18块 很弹 鱼味非常的浓郁 口感跟普通的鱼丸 没啥区别 这个鱼炸挺有意思的 它有酱香咸鲜的味道 半斤鱼腩73 3分钟 这种巨型的石斑鱼大 它的肉皮 就不会像小一点的鱼那么细呢 还是两片来算 口感不错 奶奶你喝了什么粥啊 这个鱼粥 不要老点了 综合鱼粥40块 我点这个是一人份 鱼丸鱼南鱼骨 全部配在里面 哇 汤用的是骨汤 米粒还是有存在感 胡椒给的特别多 煮完之后特别的鲜甜 这个鱼肉没有包粥来的好吃 吃了这么多种吃法 还是要像当地人一样 也是我们今天点这些菜里 最便宜的一个 这边蘸酱油吃有点 今天没有别的总结 这样告诉你 鱼是好鱼 最适合的方式应该是包粥 配点小零食 配点小炒菜 完美 小炒菜 去点小炒菜 看 rewarded